我想讲一下政治功织的两个基本运动 往上政治功织讲了很多 我今天实际上讲了几个运动 一个是腰部的短动 一个是指的挥动 首先我想演示一下政治功织 在看演示的时间来 你把人整个身体拍在两部 一部分是躯干 腰部的短动 另外一部分是手臂 你把这大臂小臂看成一个平面 对于硬直板 把硬直板靠到大臂小臂 相当于一个平面 在体格上我们说的两条相交直线 确定为一个平面 所以用大臂小臂只能做出这一个平面 所有的运动 手臂的运动都在这个平面 大臂往前挥 小臂小臂小臂多 全都在平面里面 这个平面我们叫做挥动平面 不是一个挥动 所以把这个人基本上看成那种 看示范去 做示范去 则间我把人站直 手不动 这个平面不动 这个平面不要动 打开 中钥 这种平面 然后挥起来 挥起来 最后 还行说 有重量力 节目 这个平面 如果可以 做示范去 如果是不可以 开示范去 开示范去 然后 还要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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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两个政策进去的一个技术功组 那么在这个 制度攻击技术功组里面有自己的策略 一个呢就是我会拍面 跟这个归动平面平静 或者说呢就是拍面 在这个归动平面之中 从归面看着 拍着要跟这个平面平静 平静 你不能照拍照 这样把他跳了 往里面刻了 这个不是规范 实际上我把这个拍摄和它平静 意思就是说 我用整个手臂来控制这个拍摄 控制这个拍摄 我们常常用身体打球 这个就是说 我用整个绑子控制这个拍摄 也是一个用身体打球 其中的一个要素 其中的一个要素 控制进行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这个演示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要从侧面看 这个大臂转腰拉手 这个整关节不要超过我的背部 拉手就不能这样拉 拉手整关节超过背部 这个不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如果有个X转 跟着水平水平面平平 我这个大臂拉手不能绕这个X就转 这关要锁住啊 锁住 我们常说这个 供折 腰再弄大臂 肩膀要锁住 拉手也要锁住 也对方也要锁住 也要锁住 还有个特点就是说 我这个挥动里面 挥动里面 跟着身体的价格啊 挥动里面跟着身体的价格 转腰拉手就要打开 一二一二开 这个就是说啊 我这个打开的许多 我这个整个平面啊 这个整个平面 啊 这个挥动里面 绕我这个X 这个Z转的 这个Z转的垂直 地面 到这个时候转 啊 然后这个时候转 这个地方 把手都锁了 然后这个时候转 这个有什么好 是不是 你们可以做下 自己做下 动作 当这样打开的时候 整个这块机就去奔紧了 啊 就像上花条一样 有劲 啊 打起来控制 控制能力就比较好一点 这另外一个策略 还有一个策略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拉手 把揚拉手 这个挥动里面 这个挥动里面 跟着水平面加紧 就不要变 啊 挥动里面加紧 自己做 打完折 加紧 才是自己做 啊 这个主要是 对 对 政治攻击的 或者对初学者来说的 保持个角度不变 在实际打这个攻击呢 特别是一个拉股线 我这个平面 啊 要逐渐前起 强调这个逐渐啊 70度 打完以后65度 或者70度打完以后65度 要逐渐前起 不允许我这个平面 挥动过这个平面 突然犯着 啊 犯着 突然 啊 突然叫 啊 叫 奥上 啊 有 有人打个 叫 啊 这个 这个不好 嗯 下面再来坐下 一会儿 啊 再看一会儿 进会儿打盔 啊 进会儿 啊 进会儿 飞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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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 是正面共和的一个基本 这个 直开的 这个 龙开呢 这个基本 就是一样 除了 除了抓牌的人 在网上 其他抓牌很多 啊 不管你抓不抓牌 讲的都不错 但是人的手指 长短 柔日形 都不一样 你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照片方法 但是有一个要求分析抓紧开的一个保持平 啊 由于直拍照拍的保持平 难得可以所谓写 但是发力起来一定是平 啊一定是平 啊 一定是平 嗯 我们来做个实拍 进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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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等会儿 查理 查理 嗯 这个 这也很不够的有限期ам 哦 那希望大家呢 都不得知如今 那有限期望 谢谢大家 哦 这是 我们就感谢 我们的